《青龍珠》 《青龍珠》 要快樂地活下去需要很多的錯覺 那漫畫是其中一種來源 小時候請我爸幫忙畫《青龍珠》的角色給我看 然後他好不容易完成之後 因為畫得不太像所以我就哭了 那現在想起來都覺得有點懊悔 我後來變得不太看漫畫 退伍後大概2012才真的開始認真的說我要畫一個作品 在那之前也許有試著像漫畫的格式那樣畫了幾頁 但是從來都沒有成為一個完整的作品 我平常是一個不說話的人 那不說話的時候我在看 我在聽 然後我在想像 如果你覺得我的作品是奇想的話 那應該說那是一個錯覺 來自於說 我所謂的生活 我所謂的現實 是從比較 超脫的角度去談的 就是例如說 像我之前的漫畫的女兒這個作品 我是把它 例如說我們現在這個叫做 我把它叫做生的平面 就是生命 有生命的這個平面 那在抽離這個平面之後的視角 看到的東西就是漫畫的女兒會出現的東西 所以說 但是那還是我們的現實 只是視角不太一樣而已 那我寧可我的作品是 與其說在說故事 不如說是一聲 吶喊 或者尖叫 或者是愉悅的聲音 或者是哭 哭聲之類的 它是一個 對於很 龐雜的故事 所產生的一個反應 故事本身已經不是重點 而是說 你要從這個 這個聲音 這個尖叫 怎樣還原到說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故事出現 所以你感覺到有共通的東西 是因為 我並不是要說一個不同的故事 而是我不斷地在反覆的訴說 我怎麼活著的 跟我們講話 你感覺到 但是你也能說 那時候 它很難看 就 那時候 他們 聲音